这边就是正钻反射的加速 这是一个档位,这是正常的档位 这个档位的话,档位在特殊五热楼中 是我们正常工作的时候用到的 然后呢,在提缎杆或者是一些特殊地藤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这个的档大约在六十五热楼中切除 根据你的油门大小背景 正常的,没有配备的东西 只有这两个 三五零以上配备的这个 这个打开了以后 它的钻速能达到一百一十五到一百二十 这个呢,就是适合打土同用的,钻速提高的 但是同样的,还扭矩可能要下降一个 三个档位,这是旋转的 然后呢,就是提升 提升的话,这个颜色,看见了吗? 就在一个正常打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是需要这个 这边也有一个架口 快推快铁 这个呢,就是在卸转杆的时候 他们为了节省时间可以用这个 这是六百的 然后,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都多 这个是调它的推进速度调节 推推进调节的 嗯,贴反了 贴反了 贴反了,贴反了 这个是推进压力调节 是管这个大臂它的上下的一个轴压力的 嗯,轴压力的 这个是一个速度的调节 就是它的下降速度 动力头下降的一个速度的调节 为什么说要有这个东西呢? 因为在打紧的过程当中 你的进尺速度和你的推进速度 不一定是成协调的 如果说是 不是正比一说 它们两个是相互要协调的 如果说是你的推进速度 大于它的你的进尺速度 而且你的推进压力又高的话 它会把整个机器给顶起来 转杆就会顶弯的 嗯 所以说你要通过它 根据你的推进速度 根据你的进尺速度 来调节你的推进速度 嗯 就让它是平等的 而且有的时候 你要让你的推进速度 低于你的进尺速度 嗯 我们所说的吊着打 嗯 因为你的压力太大了以后 对冲击几个段头 伤害也是比较大 嗯 就这两个到时候 有客户问起来的时候 你们要记一下 这是这两个是什么作用 嗯 该怎么用 而且咱们的那个视频当中 也都有了 所以说回去以后 你们不要光看一个过场 那个视频 知道吧 一定要坐下 坐下来看呀 它每个的作用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想一下 因为那个视频 做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那是我做的 做的还是非常详细的 每一个作用是干什么的 啊 起到什么作用 啊 使用方法是怎么样的 像这条是夹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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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夹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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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是夹灯大 都夹灯大 还会研究一下 因为我现在在跟你讲 只是一个 这种静止状态下讲 对不对 你们没有形成一个 我说的 你们一定要在你们的脑海当中 形成这么一个 体系 一个画面 它是干什么用的 哈 客户一提出个问题 我想一想 啊 它很方便就是 它是干什么用的 起什么用的 那这样以后 你们 啊 和客户沟通起来 就会很方便 对不对 啊 也比较顺的 其他的 你看上面 这边都是有的 你们也可以单独的 把这个 这块 啊 每一个货用 是干什么的 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它上面都标注的 很清楚 嗯 嗯 嗯 就是打个手再烫得起来 就是打个手再烫得起来